大家好, 又是我昌王 今次是HIGH END第一節組團去到珠海參觀禮池廠房 讓我帶大家去看看當日的流程 我們一早十二點幾已經到珠海碼頭 你們見到前面那班就是我們的網友 他們現在有做什麼, 就在等車 說這麼快, 麗池已經安排了專車給我們 很早來到珠海, 第一站當然去到伊奧圖 麗池今次帶我們去吃雙菜 這間雙菜的鹿好像很國企 這間雙菜的味道 所以一入到厂房就看到很大块告示板 听礼池经理基哥说 这块告示板是贴上员工上面的生活点滴 或者去一些旅行的一场片 那都挺旺的 然后我们直接进去会客厅 原来这个会客厅才是正式的大门口 同常客人倒放历池的话 都会在这边的门口进入 在会客厅那里 除了摆放了历池最热卖的LM219拼机之外 还有很多扬声器和带机 像画篇类的制作者 请稍微放一张 大门盐 高兴盐 大门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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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沒錯, 原來荔池的老闆很喜歡玩大機 不止聽歌的大機, 連看電影的大機都有幾部 好, 大家多坐一會 好, 我們就去其他的房間參觀 首先, 我們就去了荔池產品的心臟地帶 設計簿 不過設計簿的機又怎麼可以公開呢 所以, 鏡頭一轉, 我們就去旁邊那間客戶工作室 有時, 房客會留在廠房幾天 所以, 泥池就特地給一間工作室給客戶 作為日常的工作之用 超級貼心 旁邊就是實驗室 好, 當新產品經過設計和組裝工序之後 就會拿到實驗室作詳細的測試 以及安全性和內容性 整間房間都放滿了各類的儀器 各保禮池出品, 必屬佳品 好, 看完實驗房 我們就去到荔池另一個心臟地帶工場 在走廊的牆上掛滿了荔池的產品之外 更加有兩大幅的積分表 用來記錄員工的工作效率 以及勤工等資料的論功行賞 等機哥為大家介紹一下 有多少分呢? 好, 好像這架是多少分呢? 五分 有五分 五分一分 即是回到公坊有六分 在校率和平時上班 這些位置是新來的 對, 新來的 張葉森又好 張先生又好 大發發 這個霞姐厲害 這個就... 爆燈 電梯汽車間的班長 爆掌 有些是藏花嗎? 藏花 這麼多花就不到 除了各人之外 還有一平分 那高的分是怎樣呢? 高分我們有獎勵 有獎勵 都是獎布膽姬 不是獎金 都是獎錢 有獎勵 有獎勵 真是獎勵 這個就是荔慈 很有名的衣蟲 每一隻衣蟲 都是全人手組組的 大家慢慢看看 組裝的工序 再走入一點就是環牛 我們見到一塊塊銀色牛心 原來這些就是等包線和包紙等等的工具 又等阿基哥為大家介紹一下 牛脂魚鮮完一層再包紙 包完一層紅乾之後再鮮 現在是做包紙的工具 有什麼好處呢? 跟EI牛有什麼優勢? 蠻牛效率高 EI牛的效率會低一點 會做到很大 但人們喜歡聽EI牛的聲音 對呀這樣也對呀 一點點 如果做805的話 EI牛就超級快 再去到工場的另一邊 見到有一條流水線 就是刊工的流水線 每個員工都負責不同的刊接位置 包補不會出錯 沒問題 像這條流水線 食材 XD 類似近 p 流水線到最後 由組長作最後檢測 鏡頭一轉到旁邊的組裝區 每位員工都有負責的工種 熟能生巧 坐在對面就有位師傅級的員工 研究組裝搭爬的路線 說你叫我玩就聰明 見到這麼多零件 真是頭痛 在這裡的地方 不會太好 在這裡有一個零件 過程轟的地方 放開 也要很快 去尾巴 成功 去到工場最後面就是布機區 經過組裝完成的器材都會放在這裏布鏈測試 確保功能正常和安全 才會包裝發售 入鑊火熱水 入鑊入鑊 今次麗池廠房最後的節目 就是去到他們的聽音室 我都快點坐回皇帝位慢慢聽聽歌 今次是我第一次聽這麼大堆的麗池喇叭 不知是否房間夠大 這麼大堆喇叭都可以忍耐 而他們的膽味當然不會缺少 最驚喜的就是播放古典的時候 定位的準成、全頻的連貫和質感 都可以到達一級的水準 我們在這間房間聽到不捨得走 今次的旅程真的要多謝麗池的機哥 和一眾員工的招呼 最重要當然要多謝膽黃的媽哥 帶我們來到麗池參觀 希望下次可以帶更多的網友 來到一起玩就好 或者可以去更加不同的廠房 就更加非常好 多謝收看 拜拜 報告 雖然 便 目前